有两个乌克兰高级官员证实 他们已经把俄罗斯上周向蒂涅伯罗市打的那颗真果树 新型中程弹道导弹 完成了它的分解和研究 结果说到呢 这个导弹当时确实是携带了六个弹头 都找到了 结果发现这个弹头就是一铁大的 就是一铁球 里边根本没有装任何的爆炸物 是个假弹头 打下来以后呢 地下砸它一个房子啊 或者是这样 只造成了轻微的损害 也没有打到人 是因为房子倒了 把人造成了一点轻伤 说到这个就跟我们当初的判断就是一致的 因为你看到它打的地下来以后 在那个云彩那儿啊呼啦呼啦往下打 最后打的地面上没有火光 没有产生爆炸 所以我想呢 当初普京呢 他应该是故意没有装弹头 我只是给你展现一个能力 但是我并没有想通过这个来大量的杀伤人 他并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就是吓唬你一下 所以说目前呢 应该看是假弹头 这种呢 不装弹药的导弹 基本就用于测试 普京呢 这道没撒谎 我们就是一个测试 一般来讲 它里边原来不装那铁嘎的 装的都是测试仪器 速度啊什么的等等 一些仪表 然后来进行收集数据 这次呢 就等于砸下几个铁嘎的来 这是一个最新的报道